大家好,我是亚欣 现在的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人心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浮躁了 每个人都想着走捷径 想着怎样更加的省劲 其实这一点很正常 但是有时候走笨路,走慢路 才是一种有远见的人生态度 在南北朝时期 南朝的梁国跟北朝的魏国 两个国家互相看不对眼 时间久了,矛盾也就越来越深 梁国的皇帝萧衍 一心想着消灭北魏 但是消灭北魏 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因为想要打入北魏 就要经过寿阳 但是寿阳这个地方 地形很复杂 一手难攻,很难攻克 当时很多大臣们都出了很多的主意 但是都想不通 后来呢,萧衍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想在寿阳的下游修建一个水坝 利用淮河的水位上升 把寿阳给淹了 理论上这个计划好像行得通 但是执行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 当时的很多专家也指出了 说淮河的河床里面全是泥沙 如果说在这上面修建水坝 肯定不会很牢靠 所以说如果想要修建水坝 那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泥沙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的宵夜 一心想要消灭北魏 想走捷径 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 就让工人们没日没夜地干 魏国的皇帝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呢 很担心 害怕自己国家灭亡 但是魏国的宰相却说 你看那个水坝用了多长时间就建成了 他肯定不牢靠 皇帝啊,您大可放心 果不其然 大坝在建成的五个月之后 有一天天降大雨 淮河的水位暴涨 水库呢瞬间就被充满了水 突然间轰的一声巨响 这个水坝就塌了 当然,这个周围的老百姓呢 也全部都葬身在了这一次的洪水当中 我们说这个萧衍的想法很大胆 很有创新 但是他没有遵循自然的规律 让百姓们最终用生命来承担了这个代价 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很有创意 很有想法 总想着抛开传统的一些观念 去大胆的创新 好的结果呢 是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不好的结果呢 不仅事儿没办成 还白折腾半天 左宗棠曾经写过一副对联 上联是 能受天魔真铁汉 下联是 不遭人际是庸才 意思是 相比那些投机取巧的捷径啊 经受磨难的笨路 才是真正的聪明路 我们说 做人要笨一点 无论是处事还是处人 才不会吃亏 你要相信 黄天不负有心人 但是 黄天肯定会辜负那些 一心想走捷径的人 因为老天爷既然设计出了 那么多曲折的路 肯定有自己的深意 怎么可能会让你就那么容易 钻了空子呢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喜欢我们视频内容的朋友呢 也可以私信我们互动交流 下期再见